锦儿 听闻你们王妃出了事 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我日日为她送尽祈福 就是希望她 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太子妃 自有与王妃交好 如今王妃下落不明 令太子妃担忧了 锦儿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锦儿定之无不言 你如此坚持留在这儿 难道只是因为 对相府心存怨念 锦儿 你也知道王妃两家恩怨始末 要留一个王室的侍女 在子澹府中 我这个做姐姐的 定要放心才是 锦儿 锦儿 在自己十五岁深沉的时候 曾悄然许下一个信愿 跟随在三皇子殿下身边 一辈子侍奉他 这十几年来 三皇子殿下与郡主亲媚竹马 锦儿 也是与郡主一同长大 虽然情同姐媚 但是锦儿心里知道 尊卑有别 自己的身份 不过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婢女 锦儿心里想着 郡主 有一天 与三皇子殿下结为夫妻 锦儿便可随嫁过来 一辈子侍奉在他俩身边 一辈子侍奉在他俩身边 对锦儿来说 已经是最大的福分 却不像 造花却如此弄人 我竟忘了 锦儿 也正是斗叩年华 情意懵动之时 太子妃 我肃锦儿这一生 别无所求 只求能陪在三皇子殿下身边 一辈子照顾他